坐上电梯缓缓上升到塔顶俯瞰美丽的基隆市港山海景色 美不胜收 也可以走到基隆中原季中最重要的祭祀地点主谱坛 和曾经名闻中外的中正公园 这里是基隆市新地标基隆塔 目前工程已经验收完成交由基隆市文化局管理 但是因为对外招标经营管理基隆塔的案子并不顺利 因此基隆市议会特地安排考察行程 由基隆市议会议长佟子委和副议长杨秀玉 一起带领议员们现场考察 未来可以提供委外的经营环境 希望基隆市政府可以用最快的速度开放 并且活化基隆塔 一并带动中正区一二路一带的商圈发展 以及中正公园的观光 基隆塔是过去林友昌市长任内 非常重大的一个建设之一 我想我们延续的这个政策是 就让我们接下来新的政府必须来活化它经营它 我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 所有国际重要的一级城市 都有一个重要的景观 重要的一个指标的景点 那我想基隆塔可以远眺我们所有周边基隆港相关的一个景点以外 它会是带动我们一二路 从当初日治时期营作商圈到现在 会是一个带动整个商圈 还有我们竹谱坛有文化来串联 以及我们承载所有基隆人市民记忆的中正公园 也就是未来的希望之修 所以基隆塔未来的经营方式 还有整个整体的管理方针 对基隆整个市中心的经济发展 还有生活游戏空间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全体议员特别来考察关心 也希望市政府在最快的速度 可以让它来开放活化 那我想我们刚刚听了文化局都发出 以及秘书长的简报 我想非常多的议员都有非常多的期待跟提问 那我想下午我们会到这个议会 来继续进行我们的这个市政考察的一些 相关的这个政策的一些方向的 让市民朋友可以更清楚 也可以督促市政府加快速度 要经营好基隆塔真的很不容易 根据基隆市文化局的资料 光是基隆塔电梯以及水电等 维修保养日常经费 一年初估就要2200万元 还不包括物价上涨等因素 基隆市政府也由秘书长方定安 文化局长江廷梅 以及都发处长谢孝坤等人 一起陪同基隆市议会议员们考察基隆塔 秘书长方定安强调 有信心做好基隆塔未来的经营管理 把基隆塔当作是基隆的屋顶 俯瞰基隆市日夜景观也串联中正公园整体观光 那我们未来会把这个地方当成是一个基隆的一个屋顶一样 可以看到整个基隆港以及基隆城市的一个景观 不管是白天也好 夜间的景观也好 这地方是一个独家的环境 所以我们面对后续的一些经营管理 我们也会以基隆人 以及我们很多的观光客所期待的一些方式 我们好好的去思考后续在这个活动的岛路上 能够符合大家的期待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除了基隆塔这个点之外 基隆还有其他的一些观光集点 尤其像我们这边竹谷台 以及中正公园整个观光轴带 这也是我们后续在串联整个基隆的观光集点 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些项目 那我们也会把这些项目 好好的把它串联起来 让基隆不仅在点而现而面 让大家都很喜欢来到我们基隆来做客 虽然市政府有信心 但是根据了解 因为基隆塔塔内以及塔外 可以经营商业的空间面积 并不是非常大 因此目前有兴趣来经营的业者都会询问 是否可以单独利用这些空间经营商业行为 而不必要维修 养护基隆塔整栋建物和电梯 另外也有业者提出要求 如果来经营必须把主谱坛前方空地的停车场 一并纳入经营才行 这些都是市政府必须面临的难题 记者 吴俊松 基隆报导